示范实验,表面积与反应速率的关系 今晚要烤肉,好期待啊! 不过,这么一大块猪肋排,要烤多久才能吃呢? 很简单,只要把肉切成小块,就能让猪肋排比较快烤熟咯! 为什么切小块就能快点烤熟? 切开前和切开后,有哪个因素不一样了呢? 准备三支试管,分别标示A、B、C 拿一块大理盐并称重,然后再准备两份相同质量的颗粒状大理盐 将块状大理盐放入A试管 其中一份颗粒状大理盐放入B试管中 将剩下的颗粒状大理盐用盐剥磨成细粉,放入C试管 在三支试管中,各加入0.1m盐酸5毫升 观察气泡产生的快慢 可以观察到三支试管产生气泡的速率不同 以粉末状大理盐的C试管产生速率最快 颗粒状大理盐的B试管4G 最慢的是快状大理盐的A试管 大理盐的主要成分为碳酸钙 与盐酸混合会产生氯化钙、水与二氧化碳 因此可以观察二氧化碳产生气泡的速率 来判断反应的快慢 大理盐颗粒分割得越细 总表面积就越大 使得盐酸粒子碰撞大理盐的机会越多 因此反应速率也越快 示范实验的设计中 操纵变因式以大理盐的颗粒大小 控制变因式甲大理盐的质量 并盐酸的浓度和丁盐酸的体积 主要判断反应速率快慢的依据是 物气泡的生成